還有我們工會的大家長張理事長 來自各有會的各位工會領導幹部 在座所有我們辛勞的台鐵人 還有最重要的今天65位男女主角 各位摩托勞工 還有幸福的士儀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出來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屏東選區的立法委員中嘉賓 如果台語叫做中嘉賓 你當時我還叫做中嘉賓 我們最近屏東可能在大家國人的印象 就是不斷的在爭取高鐵高鐵 好像我們眼中只有高鐵 沒有錯啦 一卻追求不到的東西 我們總是特別的像 台人的台地就是我們的老住民 有鋼錢的 我大概一個星期 可能中南部的委員要經常搭高鐵來背貌 我是至少搭高鐵之前先要搭台鐵 一個星期至少試探 那今天呢很榮幸的 不只是因為我是在交通委員會 也代表我們立法院的蘇嘉全院長 我們都屏東人 不過他比較高我比較矮 他比較帥 那我比較白 那代表蘇院長呢 來跟我們各位模範的勞工加油打氣 我們蘇院長啊 是屏東人 那屏東人都五千五千 那當年他來台北當內政部長的時候呢 台北的一個社交場合 就有人來虧啊 說 啊蘇部長啊 那你們在屏東喔 怎麼形容你們屏東的lady啊 所以說你們都這樣 誰都五千五千五千 才夠漂亮的 我們蘇部長說 那看什麼年齡啊 我們屏東的小姐呢 十幾歲未滿二十歲的喔 我們都用百合畫來形容 含包代碼 那人家說他有個年齡喔 那二十幾歲的呢 他說二十幾歲未滿三十歲的呢 我們用蘭花飄著淡淡油香的 空谷油蘭來形容 那有人聽著呼氣啊 他就叫我講啊 看你多少歲 那超過三十歲的呢 他說 我們屏東超過三十歲 未滿四十的呢 我們就是一個富貴逼人的玫瑰花 人家還是呼氣啊 那超過四十歲怎麼形容 我們蘇院長說啊 我們屏東的lady 每個太太人都沒有超過四十歲啊 所以我剛才表演的 剛剛就是一說說話 老中青三代 我剛才表演的 每個太人都沒有超過四十歲 為我們的這些表演 給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其實呢 我們說台鐵百年老店 我們希望台鐵百年的服務 是累積了歷史 但是仍然保持青春活力 我剛才表演的 我剛才表演的 都老出兵啊 的確 你只要把我們的通俗文化 找一找看 有鋼兵的 有小肥的鋼兵 也有車站的 對嗎 但是你有聽過高鐵站的嗎 你有聽過空港的嗎 所以呢 台鐵呢 的確在我們台灣人民心目中 是長久的好朋友 因此我們在立法院 剛剛局長也報告了 未來行政院前瞻基體建設計畫 八年八千八百億 有將近一半是用在我們的軌道運輸 當然台鐵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除了投資硬體建設之外 我們更希望的台鐵的 我們的軟體部分 也能夠到達支持 當然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為民喉舌 對包括交通部 對我們的鐵路運輸 有許多的要求 局長呢 就很清楚 但是局長也可以證明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不斷的是要求台鐵 提高它的服務品之外 我們也更重要的是 台鐵要重視我們的員工 因為員工就是我們台鐵的資產 也是我們服務所有台灣民眾的本錢 因此 局長要跟我們理事長 要帶領台鐵與時俱進 重要的 一定要照顧好自己的員工 因此我們在立法院 也是對員工的待遇 還有包括呢 我們的這個 續薪啊 還有人手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極力的來爭取 那麼也希望說今天 六十五位男女主角 做我們台鐵能夠的表率 跟我們的局長 跟我們的理事長 帶領台鐵 衝衝衝 向前衝 預祝大家今天 身體健康 萬事如雨 大會圓滿順利 謝謝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喜歡 特別能夠今天 會踩著我們台鐵同仁 加油打氣 謝謝 謝謝